做这个核素有标准吗 有制作的标准吗 其实最标准的就是核桃的选择 市场上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核桃 全部都是那种比较容易捏开 或者是那种脆皮核桃 那我选的核桃就是要圆圆的 然后核桃的壳比较厚 质地厚一些 对 就算掉地上也没有那么容易碎的 比较结实的 可以保护里面做品 你怎么采购呢 是亲自到产地去挑选 是的 我去菜市场 超市 然后就站在那里去挑 你的原产地就是菜市场和超市是吗 是的 哪里有核桃 哪里有我 首先你挑选的这个标准 就是说它打开之后不能碎 而且质地要坚硬 适合你进一步的创作 是的 然后外观比较好看 是的 好 说完了选核桃 下一步标准是什么 下一步标准就是完全按照客人的要求了 因为我的核桃 每一个核桃都是他们寄托感情在里面 有可能是谈恋爱的时候某个地方 或者是他看了一部电影 觉得某个场景想要把它留下来 电影的场景 对对对 能实现得了吗 可以 你都可以 那既然说到这儿 你跟客人对接 你印象当中 你做过的最难的一个作品是什么 还有印象吗 就是这个 为什么它是最难的呢 其实当时这个花的话 不是很难 它让我做很多很多进去 我说做小一点应该也没问题 但是做这个枫叶的时候呢 我一口答应了 我觉得叶子嘛 应该可以 但是枫叶上面它一片叶子 是由五个组成的 我要做一片呢 我就要把它做五份 然后把它连接在一起 那我要做很多很多 就要做很多进去 然后你还要把这些叶子都拢起来 是的 然后大小又不一样 我当时做这个的时候 这个叶子反复都做不好 因为做的不是很小 然后我觉得比例也不对 然后就爬山去找叶子回来 然后就看着那个叶子慢慢地做 刚开始做完以后 要和它沟通嘛 就是这个叶子比林喜不喜欢啊 直到它喜欢了以后 然后就照着那一片 然后再做剩下的所有的叶子 这样子做 然后我做的时间呢是 因为我上课是只有下午上课嘛 然后早上起床可能就去做了 然后中午吃完饭就继续做 有的时候可能会做到 半夜一两点都是可以的 来 看 可以合上啊 看到了吗 这个从技术上讲是属于 陶艺还是微雕呢 主要是捏的 然后如果要说的话 它就是微缩作品 对 你里边这东西是泥塑还是黏土 就是黏土 这个做一个要多久啊 最短的就是十天左右 这个呢 这个我当时做了两个半月 我的妈呀 因为我本身的工作是上课嘛 我平时除了上课的话 我起床 然后洗漱完 我可能就坐在那里开始做了 那这个核桃作品 大概多少钱呢 做二十多天 核桃作品的话是 我是五百块起 然后根据里面的内容 来 然后制作的时长 现在这个长的时间 大老师拿这个卖多少钱 这个两个半月的 这多少钱 这个我当时收了它 三千八百块 三千八 那也很便宜啊 你用了两个半月的 功夫钱的时间呢 你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就在那里开始吧 我下课的时候